大家好 感谢收看本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当年 为何要绝兰杰英 他到底得罪了哪两位大佬 向太都直言 谁都不敢帮 兰杰英当年到底得罪了谁 连14K大佬陈慧敏都不敢说 生怕会丢了性命 向太更是直言不敢帮 有着亮绝舞台山美誉的兰杰英 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在经历悲惨的一生 两任男友自杀离世 父母去世后他遭遇了车祸 晚年住进精神病院 最后孤苦离世 无人知 这一切究竟是命苦 还是遇人不输呢 兰杰英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 从小就没有得到什么父爱 母亲后来带着他改嫁 本以为会改变这一现状 没想到脱离了苦海 又跳进了火坑 常年遭受继父的拳打脚踢 这种不幸福的生活 持续到了成年 他早早步入了社会工作 干过很多事情 但命运的转变 发生在20岁那年 兰杰英陪着朋友 报考TVB的议员培训班 因对方临时有失取消 而他因为外形出众 而被顺利录取 还没毕业就跟着周星驰 一起主持一档儿童节目 当时收视率非常高 兰杰英还被台里视为重点培养对象 出演了多部作品后迅速走红 不知是成名太顺利 还是年少不懂事 兰杰英后续的一系列操作 让他从巅峰跌入了谷底 公司要求跟他续约合同制五年 但是他却前时间太长 只签约了两年 无限一怒之下 直接把他血藏了 后来又重新启用时 拍摄电影 因为剧情需要把头发剪了 但他嫌造型不好看 不愿意 夏天拍古装剧 他嫌古装戏太闷而拒绝了 于周润发拍电影 觉得扮相不好看 而拒绝出演 拍戏时迟到早退 更是家常便饭 甚至还会放剧组鸽子 最后公司再次将他血藏 后来他跑到台湾发展 不料因不服从高层的一些规则 而被迫再次回到无限发展 蓝结英的不顺不仅是在事业上 感情上更是接二连三地遭受重创 两人男友自杀身亡 父母离世后 蓝结英又遭遇了车祸 但是这些并没有彻底摧毁他 最终让蓝结英走向毁灭的 而是那件事 20岁的蓝结英 认识了邓启阳 两人谈起了恋爱 那段时间他过得非常幸福 连港媒都说 他是唯一生活在童话里的小公主 连房间里都是玩具和布娃娃 不过三年后 男友就在寓所开煤气自杀了 那段时间工作不顺 加上男友的离世 蓝结英备受打击 后来他遇到了钟保罗 著名的商业电台DJ 不过没多久 男友也跳楼自杀了 连续经历了两任男友自杀 蓝结英心里蒙上了很深的阴影 但这些并没有足以摧毁他 后来发生的事情 才是致使蓝结英 一蹶不振的原因 2014年 蓝结英在接受采访时 讲述了自己被伤害的事情 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他还曝光了这两位大哥的名字 不过被港媒消音了 这件事引起极大争议 涉嫌此事的曾某和邓某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很快 曾志伟撇清关系 强调此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而邓某早已不在人世 而避过了此次风波 不少人不明白 为什么蓝结英会选择在时隔多年后 讲出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呢 当年事发时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 迫于对方的势力的压力 不敢发声 他过得非常痛苦 试图多次自杀 身心备受折磨 加上亲人离世 种种因素下 他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些年看起来都疯疯癫癫 有人说 或许正是这样的状态 才能够说出来一些真话 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吧 关于伤害他的两位大佬 至今都没人敢说出他们的名字 成龙提到此事 就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十四K大佬陈慧敏谈及此事时 也不敢多谈 生怕会丢了性命 可见这两位大佬的身份 果真是不一般啊 不知道在百年后 成龙会不会在书中提到此事呢 加上 有盲